那昨天市長的施政報告裡面 他這邊大概有提到一個高雄翻轉的一個策略 那基本上是以前政河這邊為一個分界 前政河以北就是我們目前整個高雄 大概施政的重點就是一個亞洲新灣區的概念 那我想市政府跟市議會在近半年內 我們有去法國的馬賽 我們也去看了舊港區整個開發 所以我也很期待就是說未來在舊港區 那包括旗鼓岩領養前政這一代 是不是可以像馬賽這樣子 做一個比較生活中心的開發 那其實我知道那邊要解決一些土地的問題 就是海關海巡以及海軍 那另外還有港警跟港務局相關土地 大概五十幾公頃 那這部分我們也期待未來跟港務公司合作之後 我們可以一步一步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高雄的翻轉計畫裡面 市政府也提出不少的政策 包括在亞洲新灣區裡面 包括石化總部南籤 那以及國公營土地的一些釋放 二零五兵工廠 那以及前政河的整治 那另外在整個新港區的部分 我們也很樂見到在前幾天 有一艘全世界最大的貨櫃船 那個班傑民富南克林號 來臨臨高雄港 高雄很久沒看到 真正的大村立港 那我們也期待 在新港區的一個開發的建設裡面 未來高雄港可以找回過去的一個繁榮跟繁華 那其實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討論的是 在高雄翻轉計畫中的四個重要的交通建設 由國道七號新台十七線 然後捷運輕軌跟市區鐵路地下化 那我今天就特別針對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國道七號 第二個部分是輕軌的部分 來請教市長跟市府團隊 好那我想 國道七號這個議題已經 沸沸揚揚很久了 那到底動工了沒 那我大概查的相關資料 是預計要在2017年完工 可是我知道 不管是在地方上 或在環保團體上面 他們都有不同的意見 那基本上 國道七號的新建 是為了服務 未來高雄港的新港區 尤其是從南興計畫這邊 然後第一階段要連到國道十號 那可是這中間我也知道 遇到了相當多的阻礙 包括2015年齁 才確定說高雄市政府 不用去出資 來去出資這一條國道 是完全由中央政府來出資 可是我們面臨到了包括 地方上對於交流道的設置 包括地方上環境環保團體 對於整個路線 他們的疑慮齁 所以我所知道目前 這個還在送第二階段的環評 好 那其實國道七號卡關 卡關最重要會影響到哪邊 影響到我的選區期間 為什麼 因為去年十一月發生一件事情 去年十一月港務公司 就是預計有個計畫 他們要在這邊 齁 就是六號貨櫃中心 就是洲際 一起齁 一起的貨櫃中心 他們要在二港口這邊 做一個跨海大橋 齁連到第四貨櫃中心 就是齊經的南端 然後再藉由過港隧道 齁把這相關的貨櫃 把它運輸出來 這樣子 未來如果這個計畫 照港務公司這樣走的話 未來齊經的過港隧道 每天預估會有兩萬個貨櫃車 在那邊行駛 這會嚴重影響到齊經 當地居民的進出 那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很 也剛好那個時候 剛好 廣幣林立委 他有持續追蹤這個議題 所以 這個計畫 港務公司 就因此 不做了 齁因為畢竟這會影響到 齊經居民的進出 齁 所以說其實 在國道區 各號卡關之後 到底 有沒有任何的替代方式 來解決目前未來 整個我們新港區 齁 未來我們迎接 所有的大櫃中 那些的貨櫃量 好 時間回到2013年 在2013年的議會 齁 其實有市議員也質詢了市長 關於齊經的交通問題 那其實 市長在議事廳上面也呼籲中央 是不是可以考慮 來新建第二條的過港隧道 齁 覺得齁 就是說 因為交通部的指示 要先做國道7號 齁 所以短時間內 不考慮做第二條的過港隧道 齁 那其實因為 國道7號不斷的卡關 那我想 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重新再跟港務公司 是不是再討論一下 齁 我們針對第二條過港隧道的必要性 是不是我們要有一定的主張 好 這是一個最新的資料 這是交通部國公局在3月31號的會議簡報資料 針對國道7號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他們這部分是要送到環保署去的 其中裡面齁 他們就把二港口做跨海帶橋 以及第二條過港隧道 把它列入到這個會議簡報 那會送到環保署 進行相關的一些替代方案的一個說明 齁 所以我在這邊主張 是不是 我們有辦法再跟港務公司那邊做協調 我們主張 新建第二條過港隧道 因為在整個國道7號目前持續卡關之下 以及未來我們可預見到 整個高雄港的新港區 它的貨櫃量 會越來越多 必須面臨到整個交通預輸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好客戶分流 來改善期間的交通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麻煩請市長來做個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檢議員 有關於期間的過港隧道這個部分 我會認為高雄市政府認為 一直跟港務公司認為 期經過港隧道 它大概到民國123年左右就到期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是應該要提早規劃 同時要有眼見 意見我們可能面對的問題 剛剛檢議員有提到 現在港務公司有好幾個一個不同的規劃 這些規劃可不可行 這些規劃的經費 包括第二條的過港隧道 它的經費大概達到要300億以上 都是短期之內很困難 不過我們也會認為這個部分 要不要有跨海大橋 跨海大橋是未來可以收匯 它必然也是一個景觀 這個部分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最近高雄市跟港務公司 那有若干合作 如果不能夠港市合一 但是港市可以合作 那期經區的市民朋友 當然也是我們非常重要 我們對於他們的交通 包括他們未來的生活 各方面的品質 當然也是市府非常關心 所以我們怎麼樣子在 過港隧道第二條 這個部分這個規劃 可能現在整個港務公司 都必須要有一個決定 到底是它準備是第二條 或者是說他們有一個跨海 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我會認為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市政府 在跟港務公司討論的時候 會把這個列為我們跟他們討論的重點 我們會把這些狀況 也會讓簡宇議員了解 另外一個部分 高雄市級的立法委員 尤其在交通委員會的這些委員 我們也會請他們在這個部分 大力的協助我們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那我也期待就是說 因為第一條的過港隧道 它是在民國七十幾年間興建完成 那我們一百二十三年 就到達它的使用期限 那過去它花了三年時間興建 那總工程的經費是大概 在當時台幣四十億 那我也期待說 是不是 我們來去爭取 是不是有第二條過港隧道一個可能性 好 那接下來 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有關於黃鑽輕軌的捷運工程 好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從一百零二年開始 我們的輕軌開始動工 那一百零三年四月 我們開始鋪軌 一百零三年的九月 列車開始陸陸續續從高雄港進來 那一百零四年三月 我們正式公佈各帳的贊名 那可是 編定我們相關的一些通車計畫跟騎乘 那我想前陣子 大家從媒體上也可以知道 因為整個工程的不順暢 那導致整個建設的延宕 那包括說 是不是 我們C1到C8 是不是有辦法在今年四月開通 還是六月開通 那我想 這部分可能等一下要請捷運長一起來做回應 那另外 原先預估了一百零四年的全線通車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通車 那我想 在整個輕軌工程捷運市空中 其實 在我的選區裡面也面對到一定的衝擊 就是博二滇家那部分 所以 那個時候其實我也在現場去辦了會堪 那其實他對於商家的衝擊就是說 圍禮在那邊 已經圍了四個月 可是 因為工程的糾紛 所以導致 沒有任何的施工的進行 那我想 這個部分也先解決了 我們就是先把他的圍禮圍牆拆下來之後 讓那些店家 在整個年節期間一直到現在 可以順利的去做一些經營 然後 那另外 我們知道的是 一百零四年十一月五號 齁 我們 JN這邊開始辦理整個 統包工程的廠商說明會 齁 到今年的一月八號 公開招標 齁 那 投標截止日是 四月六號的五點半 齁 那目前我所得知的齁 只有一家廠商投標 那我們將重新公開招標 齁其實 我想問的就是說 青鬼工程站持續延旦 因為一些工程糾紛 那 到底 我們有沒有一個確切的一個騎乘 那 那到底 什麼時候可以 第一階段 齁從西彎到西十四的一個全線通車 那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 捷運局長來做個說明 請局長說明 感謝議長 感謝檢議員齁 這個檢議員報告就是 說 剛才那個騎乘齁 不是我們契約里程碑的騎乘 這個騎乘主要 我們是考慮就是說 輕軌本身是一個新系統 這個新系統引入裡面 必須要磨合的階段 所以 我們把那個騎乘重新調整 所以是階段性的目標齁 這個階段性目標裡面 其實我們也重點是 長紅財務的問題 導致跳票 跳票之後 工資重整 那這時候其實 對我們整個衝擊部分 當然是產生極大的衝擊齁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重新調整我們的步 就是說 進度受影響 但是品質一定要把它拉回來 一定要盡全力去考量 所以我們一年七月八月 高中部和工程會 都來幫我們做品質查核 雖然我們進度落後 但是其實他還是給我們 加等的成績 所以在品質上面 其實我們是列為重點所在 另一部分就是我們量人 要重新思考 因為我們本來是 已經過到柏二的部分 但是柏二的部分 因為因為廠商挑 土建的部門跳票 所以也感謝檢驗員的協助 所以我們把柏二的那邊 量人重新拉到愛河橋 以東的部分 這一段趕快來趕 因為這部門 可以有西巴 可以快速上來 那這一段的部分 其實除了這些工程品質的確保之外 那我們在進度上面 我們也做了 做了相關的運作 就是說 因為工程已經達到百分之八十九 所以我們把它調整成 監督物管部分 就是說我們直接 所有選舉的人 其實變成是港頭 直接去操控 介入整個工程的一個運作部分 那這一段的運作部分 監督物管目前也在繼續在走 那另一部分 就是說我們也要求 那個 我們的那個 卡夫的部分 然後付聯代理的責任 同時 我們也同時 辦理發包 就是說 如果是那個 通報商裡面 他們進度有萬一 那我們就直接要求 我們的那個 重新發包的部分 直接介入 所以幾個案內的情景之下 其實這裡面 我們希望到西巴部分 也感謝交通局的幫忙 我們由二位 Z位的開期測試 測試了一千兩百項的部分 那這一段也測試完成 那也感謝交通局的幫忙 目前定在 這個月的二十二號 會進行初刊的前置會議 那前置會議 確認初刊的項目之後 那目前是定在 這個月的二十九號 會進行初刊的部分 那初刊完成之後 進入鋁刊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可以開始進行 希望到西巴的營運 那至於到西十四的部分 西十四的部分這一段 我們目前是 也努力希望在今年底 那最神明年初的部分 要把這些全部工程來完成 那至於二屆的部分 二屆的部分我們公企 主要受影響的部分 是鐵路地下化 因為鐵路地下化 要一明年底完成 所以一明年底完成 所以一明年底完成 以後我們兩年來 那一百零零八年 會把二屆的部分 也從此把環線建構完成 所以 這個二屆的部分 我們目前 第一次招標 然後重新 我們目前加速在檢討 然後會重新 再辦理公開招標的作業 那以上跟那個檢議員報告 謝謝 檢萬中議員 下一位我們請 請劉德嶺議員 質詢三十分鐘 劉議員請 十五分鐘 三十分鐘嗎 十五分鐘 謝謝 我們會議主席 我們在場的高雄市 我們的大家長 陳市長 以及市府各局處的各位首長 以及今天關心我們市政的高雄市市民 首先 本席在這一次 尤其在市長 昨天在做一個市政報告的時候 這本席非常用心的在聆聽市長的市政報告 那這個主題 我們今天也經過了這兩天 也經過了非常多的議員 對於高雄翻轉的一個主題 看到一個重大的一些突破的一些建設 跟一般未來的高雄最大的這個重大的一個政策的一個導向 尤其在這上面必須要針對的這個政策 包含我們舊港區跟新港區 也就是第一港口跟第二港口的一個區隔 那在這個這個舊港區跟新港區的一個區隔 當下市長也宣示了 就是說 在這個組體的一個主軸上面 怎麼樣 讓我們的高雄為我們重工業的所在地 讓我們重工業的所在地的一個長期永續的發展 也就是針對了我們的氣爆之後 對於整個高雄市的一個身為一個大家長的一個審思 對於這個決心下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個有果決 那這個果決當中也就是本席長期的一個主導的理念 就是說 我們的工業怎麼樣 在我們政府有為的一個作為之下 把我們的整個重工業的部分 範圍海埔新生地我們填海來這個實施 把這個跟人民百姓來做個區隔 這上面有88%的我們這個問卷 民調同意市長六個禮 這個還要很大的一個決心 也很大的一個魄力 跟很大的一個實施的一個過程 我相信這樣子來做一個主體區分 長期讓我們的重工業能夠持續的產業提升 讓我們的綠能讓我們的環境都能夠作為一個提升 讓我們的生活居住的品質能夠做一個分離 我在想這是未來最重要的環節 包含我們的所有的這個管線地下管線都離開我們的市區 這就是我本席針對的這個這一次的這個主軸 本席感到對市長在這上面的肯定 可是在這上面除了市長所做出來的宣誓 可是本席在這上面看不出來我們問 在這一段時間的內涵 你只是把這個這個宣誓出來內涵的資料是哪一個局 再來再做一個統籌請市長答覆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劉議員 因為昨天的市政報告 大概因為口頭的報告沒有辦法把很多說明清楚 那我們一直以寬轉高雄 就是高雄一定要改變 那我們大概比較具體的規劃 大概以高雄港作為一個核心 就是說北面亞洲新灣區這個開發 那亞洲新灣區的開發就是觀光修器服務業文創這個部分 但是在南面的部分往南透過週期二期三期的發展 那我們會把油草外移調整這個產業的空間 這個部分我昨天都有聆聽到你的市政報告 我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就 在這部分本席認為這個上面除了這個 以本席監督的一個責任跟角色我認為 我還必須要了解更透徹 所以說我想說這哪一是哪一個局處做主導 這些所有的計畫當中進度到哪裡 在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包含你講二零一九年我們的海埔 都花園考金花局三局 這三局這部分來講本席就要想了解在這上面的主體的內涵 整個的進度包含市長所宣示的要在什麼時間能夠完成 這個就是我們對你的 我想這包括二零一五兵工廠 包括我們油草 他都有一些具體上 當然這個部分有些牽涉到中央相關的部會 我們必須很努力在跟中央在做溝通協調 這個政策已然下決心 已然必須面對 可是必須面對 我們身為高雄市市議員 更應該做一個加以監督的實成的一個監督 包含進度 這都是我們 那我們會把今天留言所期待的部分 我希望金花研考包括都花在這個部分 把相關我們的一個具體這個我們歡床高雄很具體的計畫 來跟留言說明好嗎 好 市長請坐 其次我們想 不管說今天亞洲西灣區在這個舊港區 所展現出來包含我們怎麼樣在這個面對的未來 高雄市的一個城市的發展 這個城市發展就是長期督促於我們金花局 對於我們的一個我們這個園區的一個提升 多功能經貿園區的一個提升 跟多功能經貿園區的一個進度 我們雖然是要跟港務局來做一個土地的開發合作 可是在多功能經貿園區 我們是希望不管是特文特貿特倉 我們是希望把產業能夠升級 當然我們的工業必須兼顧產業必須要升級 可是這就是今天一個城市所居住的一個市民所期盼的 怎麼樣在這種兼顧之下 讓我們的經濟能夠翻轉 所以說這是兩個這個方向的一個論述 所以說在這邊我也看到觀光局所提出來的一個數據 在一百零三年我們觀光局所提出來的數據 我們的到達高雄市居住的這個觀光人數為七百六十九萬 一百零四年為八百零六萬增加三十七萬 那本席在這邊想瞭解觀光局局長 觀光局局長 叫到你就要站起來啊 來請局長站起來 謝謝 局長我再請教你 我們這一季觀光人口人數是多少 不好意思請問議員 這一季是今年一到三月這一季嗎 對 在你這個統計的這個數據是多少 這部分跟議員報告 正確的數據我們要等那個交通部觀光局 他們是半年才是一次的 那我們這邊一季的話是用抽樣的 那是就我們所選定的四十五間旅館做抽樣的調查 到目前為止 今年的一到三月跟去年一到三月還有微幅的成長 微幅的成長 那你在預估在今年今年度的話 我們的觀光的成長是會成長還是會縮減 當然跟議員報告 因為今年這個會有一些變數 那這個變數目前我們還在做一些這個 我也希望你齁 在除了這個部分來講 當然工業的發展 經濟的提升 包含我們觀光的服務業 我們現在大家都很隱憂在這個上面 我們希望在觀光局的一個主導一個努力之下 能夠把這個再提升 這個數據來講的話 如果按照你這個數據 我們常常講 如果說來消費的這個我們的觀光客 如果一個人一千塊你想想看八百多萬 那是不是算多少 如果兩千塊那就是一百六十多億 可是在這個這個過程當中 我還是看到我們高雄市的這個很蕭條啊 那如果說以按照我們的公式計算來講的話 應該我們的這個經濟上面來講的話 在整個服務業是很活絡的 可是還是在看到整個夜晚的這個經濟的蕭條 這部分我不曉得這個數據又怎麼樣來呈現 我跟留言報告 當然觀光產業也是眾多產業的一環 那尤其我們 旅長我希望啊在這一邊提出來 除了我們的工業的一些產業提升 跟工業的應該有的一個政策作為 那另外我們的服務業也非常的重要 我們相對的一個平衡提升 好不好你請坐 謝謝 接下來我再請教一下 在市長針對了曹公俊 我們去年五月份 本席所在質詢的時候 市長當場承諾 說在最短的時間能夠呈現 我們永不見天日的曹公俊 最後這第六期這一段 那我在想說在三月份 這個時間已然呈現出來 我們曹公俊 這個百年曹公俊 能夠重見天日 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又看到這個曹公俊 在水利局的整個的團隊的努力之下 看到呈現的這個 我們曹公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可是在這個漂亮的背後 除了呈現曹公俊的一個美 那當時市長也在那邊 對於我們相隔不遠的 我們體育園區做了一個主體的宣誓 我身為高雄市的地方上的議員 對於市長的宣誓說 我們要再打造一個 我們體育園區 可是在體育園區裡面 我們有看到在施政報告裡面 這部分來講 大概會給市長時間 所以說在這上面 除了我看到了美濫 可是市長 可是在這段時間 我必須要再對於 我們的體育處 再做一個指教 希望我們市長所宣誓的 一個政策的決心 要把體育園區來打造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這段時間 我們雖然曹公俊完成 可是遊民還是裡面的管理的設施 相對的包含廁所的部分 也看到我們這個隨地都看到 這些老人家 那當然是沒有辦法 可是是政府 對於曹公俊整治之後 把兩個廁所都拆掉了 那拆掉了之後 未來我們將來規劃出來 我們整個的體育園區的一個規劃跟管理 是一個非常很重要的 我在想在這上面 我們也期盼在整個的規劃當中 能夠把我們所有的人性的一些 都能夠規劃好管理好這一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相對的 也就是針對的我們體育園區 本席身為高雄市市議員 當然對於市長 要投入市議三千萬 包含我們立志 立志街的一個立志路的一個開封 包含武全南路街立志街 我在想這上面 當然我們身為地方議員 對於市長投入的這個經費 我們共同來努力 可是在這上面有一個環節 環節就是長途以本席監督市政的一個主體的立場 就是依法監督 可是這裡面來講 我們剛剛也有議員提到 希望在整個的一些 我們這些團體的長期使用 跟訓練的培訓的 怎麼樣做一個有效率的 有好的一個安置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希望在體育場拆除 是一定要以依法為原則 所以說在這個依法為原則 體育場是鋼筋水泥鑄造 鋼筋水泥鑄造 它有它有使用年限 我那天跟這個市長 來這個說明 我希望市長的決心 我們當然對於提升 帶動我們體育的 這個園區 我們是樂觀其成 可是我希望在這上面 也能夠依法來針對的這個 對於我們監督者 做一個實質的 到時候如果拆除 對我們監督者 做一個實質的一個交代 以上 我們請市長答覆 謝謝 有關你這個是 我們公務局趙局長 針對我們體育園區 跟劉議員說明一下 好 請趙局長 請趙局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劉議員 我們那個有關體育園區 我們就把它稱為 鳳山的綠都心 那整個市府這邊 主要有三個單位 包括我們公務局 教育局 還有社會局的部分 其實整個計劃 它是我們的目標 時間的目標是在106年 趙局長 這部分來講 你私底下再給我做主體的答覆 好不好 時間有限 最後 昨天市長也提到 在去年度 對不對 投入了6億多 對於校舍的一個改建 也維護了校校園的安全 這個校舍的安全 那在這上面來講 當然我們的土地異化 剛剛也有議員提到 我們也 我也看到 我們最近 也跟教育部申請的 這些補強的一些 這個設施 可是在這上面來講 本期要跟市長所提的 就是說 在這6億多當中 市長對於這個 校舍的一個改建 對於教育的百年大忌 放在心上 可是現在面對一個問題 也就是各學校 也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 啟造的這些學校 也會面對的 包含 本期現在所提的 鳳山國中 在這個 馬上在明年3月份 它即將就要 硬體設備 就即將完成 可是 以它的這個大樓 裡面的一個 內部的軟體的設施 到現在的經費 並沒有著落 所以說 在這上面來講 學校的整體 包含家長會的會長 包含整個團隊 包含學校 對於內部的一些軟體 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定論 是不是在這上面來講 市長責成 教育局 來到學校 來視察 來聽一聽 來了解一下 我們既然把 硬體的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劉議員 這個部分 我會要求教育局 大概我們整個 所有的硬體完成 大概有多少剩餘工程款 如果不足的部分 這個怎麼來處理 我會請教育局 不會說今天硬體已經完展了 那我們讓它空殼 然後不能使用 這當然雙重的浪費 我想我們一定會嚴加督促 來達到對於學生 有幫助 能夠讓新的大樓 很快能夠讓學校使用 我會要求 那是不是教育局好嗎 王滬局長 很快安排 針對這個部分 也把其成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 來估一下 什麼時候能夠完成 謝謝 謝謝劉議員 接下來請陳麗娜議員 質詢 謝謝 在我今天 質詢之前 我先有兩件事情 要先說 那前一陣子呢 在我們常常看到的是 校園有所謂的霸凌的事件 那想不到公務人員 在自己的體制內 也有長官霸凌屬下的事件 那我這邊特別要點出來 是在海洋局裡頭 這個案子呢 是不斷送到海洋局的 陣風室 人事室 還是送到局長室 都沒有用 那我在這邊先把這個案子呢 待會會後交給我們的 陣風處還有人事處 拜託 針對這個案子要去查 我相信海洋局局長 已經知道這個事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還沒有處理 那但是這個事情 相信已經深深的影響到 海洋局所有的 同仁們的士氣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好的 一個事情 我這邊先簡短的提一下 也希望呢 我們相關的上面兩個局處 能夠盡快的去查 然後呢 大家 可以看到 在旁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就是我們 愛護這些流浪動物的一些 好朋友們 他們 舉牌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前一陣子 東寶處已經有到我的服務處 做協調 希望能夠對於照顧這些 流浪貓狗 能夠再好一點 希望呢 不要 剛剛是 霸凌人嘛 這個是虐待動物啊 那所以呢 常常我聽到的訊息 譬如說動物吃不飽 或是救援的動物 到了 我們的動保處 反而狀況越來越糟糕 從獸醫院回來以後 沒有好好的去醫治的 也有 那甚至最近在搬運動物 要換地方了 四隻動物放一個籠子 然後全部擠壓在一起 如果家裡面有養貓狗的 這個人士就知道 我們怎麼有可能 把我們心愛的這些寵物們 把它向 沙丁魚一樣 全部擠在一起這樣子來運送 這個非常不像是我們動保處 該做的事情喔 那我覺得今天所有的這個 牌子舉在那邊 也請市長能夠好好的去參考一下 了解這些朋友們的訴求 然後後面呢 也希望動保處能夠 尊重我們所協調的內容 好好的去做 這是我在這邊的期盼 那因為今天有一個重要的議題 是因為我們在前一陣子看到了 在報紙上面出了這一則新聞 它上面寫的是說 2019年 我們的這個千春就要完成了 那當林浦的千春 其實在高雄市講了很久 那但是呢我們一直講的就是說 其實千春一直都沒有動作啊 那但是奇怪了 怎麼會突然呢 爆派新聞就是說 2019能夠完成 那所以我也好好的把這個資料 調一調來看 那所以我現在 就必須要跟市長報告 我相信市長也大概 大概的內容都知道了 那所以呢 我也跟所有的 在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們 做一個報告就是說 在經濟部 在鄧正中 我們的部長 做了一個千春評估報告 在這個千春評估報告的內容裡頭 他認為2019年 可以完成千春 而且千春金額大概在700億左右 那經濟部也同意 沒有虛地機關的情況底下 而且不考慮 土地之後的使用的用途 的情形之下去做千春 那高雄市政府必須在2018年到2019年 配合千春計畫完成千春 那目前為止呢 我們可以看到 那千春後續就有很多的 這個相關的部分 我在這邊 可能後面有很多的問題 要跟市長來救教的部分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大林浦千春的部分 我剛剛有提到 不用虛地機關 他就可以做了 那千春的方案呢 在這裡面其實他提了四個地點 但是呢 在高雄市政府 研考會今年一年 一月的時候 所提出的這個電話的這個 調查裡頭 他提的是有關於這個方案 他是在問說 中倫跟牛寮區段徵收這個地方 是不是作為 將來千春的預定地 然後是用集體 建春以房地 換房地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跟之前我們所提的方案 事實上是最接近的一個 結果呢 我們在民調的時候 然後就這樣子告訴民眾 我相信很多民眾 聽了這個之後 覺得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我相信市長也了解 目前的千春同意 同意的比例 從第一次做的71% 到現在88% 甚至後續呢 剩下的這個12%啊 其實還有一些是沒有意見的 所以變成不同意的數字是極少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然後我們的中央又告訴我們就說 其實2015年今年啊 2015年的時候 就開始要籌備這個預算的部分 2016年呢 就是要編一個700億的特別預算 然後要通過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通過 2018年開始 高雄市政府就要開始做千春作業 2019年的年底要完成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了 其實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說 其實當時有沒有 沒有虛地機關 說真的 要土地的人還蠻多的啦 譬如說 高雄市政府可能是一個 交通部可能是一個 經濟部可能是一個 那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這一些 都有可能是虛地機關 但是很好的是說 以前我們只要遇到這些 我們都頭痛了 因為沒有人要出來承擔責任啊 沒有人要告訴我們說 到底是誰要出來負責這件事 但是現在很清楚的 中央告訴我們 都不用理會這件事 我們就先千春 千春完了以後 這個地方是誰 我們在討論 所以就變成有一個情況 就是千春跟土地的使用 必須要脫鉤 千春跟土地的使用 必須要脫鉤的這件事 我在這邊 就做一個報告 因為這件事 就是讓我們的大林浦千春 燃起了一線曙光 我也覺得很開心 看到這樣的成果 從以前的人的努力到現在 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情形 當然我們不希望 它還要再拖三十幾年 像紅毛港一樣 三十六七年之後 再來沉川 對我們來講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 所以呢 再來我就有一些問題 要問市長了 其實高雄市政府呢 委託了光羽公司做了這個報告 其實當然這個報告的內容 也是我們經濟部 作為參考的一個內容 那在這個內容裡頭呢 他提到了四個區塊 四個區塊是可以做千春的預定地的 他除了我剛剛講的中倫跟牛寮以外 還有高坪特定區的底價地 還有高坪特定區 我們還沒開發的地方 還有高雄新市政後期的發展區 也是還沒有開發的地方 所以呢四塊地裡面 有兩塊是已經開發 有兩塊是還沒開發 市長 那所以呢 我在這邊就要有四點 要先問一下市長 就是說 這個方式看起來 我們剛剛有講嘛 以房地換房地 那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要用協議架構的方式 因為我們以前有常提到協議架構嘛 那是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將來大領埔的土地 其實是用協議架構的方式 跟居民來買土地 那如果是集體建村 因為集體建村也是我們問民眾的嘛 是不是要前往中倫跟牛寮 那本來有四塊土地嘛 那這個民眾同意嗎 因為我們在問 用電話民調裡面 也是告訴民眾就是 我們如果移到中倫跟牛寮 是這樣子問的 所以我要問說 明明有評估四塊土地 那這樣子 是不是我們就決定這一塊嗎 還是說 我們另外對於土地的部分 還要再重新再做一個整理 再來確認就是說 民眾希望能夠遷移到哪裡 那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有兩塊是還沒開闢的 對於那兩塊還沒開闢的 現在來得及嗎 到2019年其實很快 來得及 做完所有的步驟 然後開闢完成到最後 土地的分配嗎 來得及嗎 我全然是用紅毛港經驗來評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時間上面真的很趕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想問一下市長 將來這個新村 我們姑且先叫它大林埔新村 來得及在2019之前完成 那應該要怎麼做建設 市長當然這個是問起來有點具體 那但是你可以先用概念式的先回應一下 所有大林埔的詳情 好不好 那我先請市長回應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其實我要答覆陳議員這個問題 第一個 關心 齊大 這個非常主觀 我當然關心 但是 整個今天 大林埔的千村 牽涉到 中央虛地機關的單位 我想我們一再 到底是經濟部 交通部 但是張院長已經說了 那經濟部的那個 對 經濟部是不需要虛地機關的 沒有 沒有 那錢從哪裡來 哪個 他們會去整合嗎 是不是 那我想如果說張院長 所以高雄市政府 並不認同 這樣的方案是可以進行的 不是 高雄市政府 期待更具體 是 不是他不是說 今天我們 但是爆派新聞已經出來了 我不知道 新聞的報導 是 跟實際的狀況 所以 那我的意思說 高雄市政府 只要中央虛地機關 這個預算 能夠把大領埔的牽涉 作為我們必然要推動 在他還沒有推動之前 我們成立的一個推動小組 是 我們非常期待 是 所以如果他需要 我們高雄地方政府配合 是 我們就全力配合 我覺得市長講到重點 就是錢在哪裡的問題 對 如果有錢 我們就能夠做事了嗎 不是 那其他的區域上面的事情 是 如果地方行政 是 要我們地方配合 我這一定是配合 是 所以市長你覺得 我現在問這個問題 都太早 是不是 我現在覺得 我現在是說 我現在知道 市民要在哪裡 對 我要知道 說中央這個政策 要非常勉強 是 我們高雄市政府 在地方機關 要怎樣配合 是 這個錢要怎樣 才能夠有一些具體的原則 是 是不是一瓶換一瓶 換一瓶 或者在哪個地區 對我們未來大領埔的鄉親 是 大家覺得 就像故鄉 等等 這個都是有情感的問題 大家要認同 我覺得你這樣的考量是比較實際一點 而且也比較符合真正能夠千春 可能將來還是需要錢 在哪裡的這個問題 對 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重點 那我們這幾百頁七百頁 我在這邊 因為他的時程都已經規劃出來 我們心裡面就會擔心嗎 這是經濟部眼裡的一個初步評估 但是他細節的部分 因為我也拿到了這本的說明 我也仔細的去閱讀過了 對 那對於他評估的內容 他也是因為歷屆以來 很多的人都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從林國正委員 賴瑞榮委員 大家都不斷的在問這個問題 到最後這一份的報告是因為 賴瑞榮委員說了 請他在一個月內把計劃寫出來 所以有這個評估計劃 所以他這個評估計劃沒有跟我們討論 是 但是他參考了高雄市的這個報告的內容 我們也有把我們的民調的部分 提供給他們做參考 但是事實上 我跟陳妍報告 我知道你很擔心錢在哪裡 所以我在這邊當然我再把 不好意思 我在這邊再把我三點的問題 先跟市長講一下 當然剛剛講的就是這一些東西 所以我也要跟市長講 我希望呢 雖然現在是馬政府 張院長的任內決定了這個事情 那也希望 將來任何一個 不一樣的這個政黨輪替的時候 不一樣的團隊來執行的時候 這個依然可以再繼續 為我們大領埔的所有的民眾 繼續來爭取 所以 預算 明年 如果 今年編出來 明年一定要讓他過的這件事情 拜託市長 拜託市長 一定要用你的政治影響力 去趕快去遊說這件事情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拿到預算 就是錢的問題 那請市長要確認 要逼中央 2019 我們真的很希望能夠千春完成 那也請市長在這邊 再做一個承諾 就是希望政黨輪替以後 我們這個計劃不會夭折掉 市長認為這個不是計劃 是不是 那你也請回應一下說 這個不是一個計劃 謝謝陳議員 我知道陳議員非常關心大腦包 第一個 它是一個評估 一個計劃的評估 這個計劃的評估 並沒有真正通過 行政院的宴會 宴會 宴會 需要我們執行機關 虛地機關 都很明確立法院也通過 是 這個部分 我們才能夠來執行 好 謝謝市長 這樣我才能承諾 那最後呢 重點在哪裡 其實呢 如果2019 我們要真的完成千春 依照 侯毛港的經驗 要先做這幾件事情 成立高雄市政府的千春辦公室 成立大領埔的千春策進會 然後呢 要把千春基準日訂出來 還有呢 第一次的千春計劃書 要先出來 我在這邊先講一下 千春基準日的部分很重要 因為會影響所有的資格的問題 第五點 我也是要特別拜託市長 兩個月內召開千春說明會 那時候 非常非常的麻煩 沒有 沒有土地 沒有設計 或說有設計 沒有土地 然後它是租 租房子的 還是簽戶 非常非常的複雜 它到底要用哪一天賺 那個千春日的 但是 也非常的麻煩 所以 光是要定一個精準的 就是一件 不知道要怎麼下手 因為 從哪時候 才是一開始產現的 你說什麼時候 一定是千春計劃 那千春計劃 那千春計劃 那不是洪遼的 洪遼的市場 一定要小心的進行 那再來就是 努力的 拜託 洪遼這兩個 他們兩個月內 派人 跟洪遼市政府聯繫 那是洪遼市政府相關的 那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 都這樣子說的 那你做的報告 那拜託 兩個月內 來地方 再說一會 我覺得 這市民都不滿態 而且必須要封開後 他們是你知道 現在的事情 突然看好 外星的事態 是在 上海的事態 謝謝 跟大會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早上的質詢 就到蕭永達議員 跟劉新正議員 正好是到十二點半左右 所以我們的時間就是 我現在就先處理一下 我們早上開會的時間 就到劉新正議員 執行結束 才上會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五分鐘 接著開始蕭永達議員 跟劉新正議員的質詢 休息五分鐘